大盘 对英语 大家好 小朋友 古圣旅 山娘 今天的大盘呢 还是站在一万点之上 正确的说法是 大盘站在一万零五百点之上 这个盘 持续站在万点 那么当这个盘 持续站在万点的时候 我知道有些投资朋友 因为看到大盘 已经来到了万点 所以呢 不知道该怎么选股票 不知道该怎么进行操作 甚至于呢会觉得说 这个盘 接下来呢 它会反转 它会走空 可是我呢要告诉各位 现在大盘 已经来到了一万点 或者呢 站上了一万零五百点了 在最近呢 有相当多 过去支持过王良的投资朋友 或者是王良的观众呢 陆陆续续的归队 所以王良在今天呢 欢迎这些归队的投资朋友 我也希望 更多的过去的王良的观众 王良的会员呢 能够持续的来加入 我们操作的行列 那么为什么 在过去这一个月 过去这两个月当中 有这么多的投资朋友 陆续的归队 我跟各位说 因为 王良在六月二号 十五块七 带会员买什么 带会员买羊智 对不对 一涨呢 涨了百分之四十 王良曾经呢 在六月十四号 带会员买红辉 红辉买在多少 买在十六块一 买完之后呢 连标了两根涨停板 创新高之后 又出现了第三根涨停板 对不对 那么在过去的一个月 两个月当中 其实大盘呢 已经来到了万点 但是 王良的操作 还是持续的 能够让会员赚钱 为什么 因为我认为 这是一个多头的趋势 我认为行情呢 它还会持续向上 我认为这一波呢 它终究会涨到 让大家觉得不可思议 涨到 让大家觉得无法无天 那么 那在最近呢 回来跟王良操作的 投资朋友 我跟大家说 很多人 跟王良所谈的 第一件事是什么 第一件事情是 他们会说 王老师 我以前对你做工 太有够多 那我相信 这或许是很多人呢 心里面对王良的印象 因为王良曾经呢 带会员 在九千八百五十九点 在九千三百零九点呢 全面放空 当时王良告诉过各位 遇到的危险 请大家一定要 赶快逃命 对不对 当时呢 王良告诉大家说 一定要逢高减码 而且向下操作 那一段 大盘呢 从九千八百五十九点 从九千三百零九点 一路跌到了三千九百五十五点 太多太多的人 对王良的印象呢 还停留在那里 对不对 当有投资朋友 来告诉王良说 王老师 我一定能对你做工 半行股票 太有够多 我跟各位说 让王良感到呢 非常的骄傲 感到非常的光荣 可是我跟各位讲 真正 让王良觉得 最得意的 最有意义的是什么 并不是呢 有投资朋友 给我放空股票 在那一段赚到了大钱 而是有的时候 我呢会遇到一些呢 我不认识的投资朋友 这表示在那一段 这几个字就不用讲了 你们只要记得 跟着王良做股票 能够赚很多钱就行了 当初大盘从九千八百五十九 九千三百零九点 跌下来的时候 全市场 只有一个人 只有一个人 看对行情 只有一个人 在带货员卖 在带货员空 那就是王文良 对不对 所以王良对于 这一个盘的一个判断呢 是得到大家的认可的 是有市场的公信力的 那么 现在 这个盘回到了 一万点 也许你们会觉得说 现在大盘呢 似乎 它又涨太多了 对不对 也许你们会觉得说 是不是又应该要做空了 所以很多人 他看到王良 看到王良坐在这里 说不定还会以为说 王良要去放空股票 我跟各位说 那你就错了 这个盘 现在在一万点 这个盘 现在在一万点哦 在一万点 王良觉得呢 他一点呢 都不合理 哪个地方不合理 我告诉各位 我认为 以现在市场的筹码面 以现在产业发展的状况 以现在呢 股票呢 各式各样的题材 其实这个盘 它应该呢 要涨到哪里 要涨到一万二 要涨到一万五 它待在一万点 其实呢 是太委屈了 其实呢 这个地方呢 是可以做多的 那为什么 王良要欢迎大家归队 王良要号召大家归队 我告诉各位 因为我认为 有很多投资朋友 现阶段呢 其实还不敢买 现阶段还不敢做 对不对 现阶段还在担心 甚至于 大盘涨到一万点 如果我们看 媒体的报道 你会发现哦 很多人接受访问的时候 他们会说 大盘虽然涨到一万点 他们并没有赚钱 那甚至于 有些人还是赔钱 这表示什么 这表示 有很多人 他是需要帮助的 他是需要 有人可以给他一个方向的 对不对 所以今天 我要告诉各位 我能够带给大家方向 我能够呢 告诉各位 这一个盘呢 他终究能够涨到哪里 而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跟大家说 我认为 有非常多的股票 他还会再涨 在过去 你们看到 王良曾经代会员做空 所以大家的印象就是 王良是一个 很会做空的股票老师 对不对 可是我跟各位说 其实 王良不仅仅是会做空 王良其实呢 是很会做股票 如果你要会做股票 你必须呢 要能够了解一个 非常重要的事情 那就是要去掌握住 股票的题材 对不对 所以如果你们 对于王良之前 带会员做空 有印象的话 我跟各位说 还有另外一件事 会让你们呢 更有印象 还有另外一件事 他能够证明 王良做多 其实比做空 还要更厉害 你们一定曾经听过呢 四句话 哪四句话呢 就是掌完五成 还有五成 掌完一倍 还有一倍 对不对 这十六个字 在台湾的股票市场 在台湾的头顾老师里面呢 只有一个人 他敢讲 只有一个人 带会员做到 那个人是谁 那个人呢 现在就在你们的面前 那就是王文良 王良曾经带会员 买完了股票 一路往上加码 而且一档股票呢 能够掌完五成 还有五成 掌完一倍 还有一倍 关键的原因在哪里 关键的原因在于说 我掌握到了 股票的题材 当我掌握到了 股票的题材 当股票开始发动 当我们往上加码 扩大战国 一波赚到底的时候 真的是能够让会员呢 赚到非常非常的多 如果你听过这十六个字 我跟各位说 那你们一定知道 当年呢 王良是带会员 买哪一档股票 王良带会员买的是 代号三零四一的杨智 王良在十几年前呢 曾经在十七块半 带会员买杨智 当时王良带会员买杨智 一买下去哦 王良上院士哦 就告诉各位说 接下来 我要带会员买的 我要带会员做的 是能够涨完五成 还有五成 涨完一倍还一倍的股票 王良还告诉各位说 蜜酒客客客去买 不用参加会员去买 教他就去买 是不是 结果那一波 轰动全市场 为什么 因为杨智 从十七块半 涨到五十块 涨到六十块 王良还在买 涨到了七十块钱 还在涨 涨到了八十块钱 还在涨 后来涨到多少 涨到了九十一块钱 创下的新高 从十七块半 涨到九十一块 我问各位 是不是涨完五成 还有五成 涨完一倍 还有一倍 那为什么 王良当时 所买进的杨智 能够涨这么多 我跟各位说 因为我掌握到了 关键的题材 我掌握到的是 一个关键的数字 在那个年代呢 DVD才刚开始普及 那么杨智所做的 就是DVD的播放晶片 那各位要知道 如果DVD刚开始普及 DVD的一个播放器 开始大卖的话 杨智的业绩 一定会大好 对不对 可是真正 触发股票大涨的因素 在哪里 在于当时的杨智 有绝佳的转机性 因为那一年呢 赔一块 如果今年赔一块 明年赚三块 这种前后基本面的落差 是如此的巨大 反映在股票的身上 只有一件事 那就是涨 对不对 再多加几个字呢 就是大涨 甚至于是大涨特涨 所以王梁掌握到了题材之后 接下来股票 从17块半 涨到了91块钱 那我现在问各位 如果你对王梁 存在着 过去呢 放空股票的印象 那没有错 可是我要唤醒大家的是什么 我要告诉各位的是什么 王梁不仅仅是会做空 我更会做多 而且在这里 我跟大家说 最近呢 慢慢的 已经有一些 王梁过去的会员 王梁过去的观众呢 开始归队 所以王梁现在特地呢 推出了 归队计划 王梁特地推出归队计划 只要你曾经 是股票家族的成员 只要你曾经 是股市永胜的观众 在今天 只要来电呢 就能够享有神秘的礼物 到底是什么样神秘的礼物 神秘的礼物 究竟又跟什么有关 如果你想知道 请你锁定我的节目 在广告过后 我还有更精彩的内容 我们等一下再回来 地震了 怎么办 一 爬下 二 掩护 三 稳住抓住桌角 更多防灾尝试 请上台湾抗战网 大华国际服务 2362-8000 平常工作时 总是充实着各种声音 所以休假时 我喜欢护掘一切草杂 让自己沉淀 享受着片刻的迷惊 秘的时间 出现 7. 根本 我爱上 5. 切 我爱上 4. 切 6. 天 大华国际投资2362-8000 20号那位先生 这位人力资源访查员 你要拜访吗 我有时候要通知啊 但可以不接受访问吗 先生 政府每月22日 那周办人力资源访查 是有原因的 为了了解多少人就业实验 才有实战的依据啊 他到底是做什么的 受访资料我们都绝对保密 人力资源访查 希望您的支持 现在大盘已经呢 来到了一万点 或许对很多人来说 这是一个高点 对不对 因为大家心里面呢 对这些数字呢 都有一定的一个想法 都有一定的一个意见 而这些意见 我跟各位说 它会限制 大家操盘的视野 它会限制 大家在未来呢 能够赚到的钱 为什么 因为你会因为 看到大盘指数 所以不敢去做 所以呢 会在这个地方呢 停下脚步 可是我要告诉各位 千万不要停下脚步 我们要继续的前进 这是一个多头的趋势 所以行情 只要还没有结束 我们就应该要做多 我们就应该要持续的大买 到底要大买的是什么样的股票 到底什么样的题材 在过去的一个月当中 王良为大家介绍过 而且在今天呢 让大家能够得到一个印证 在待会的节目当中 会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可是首先 我还是希望能够克服 各位心里面的障碍 王良曾经 在9859点去放空股票 王良曾经 在9309点去放空股票 为什么我没有障碍 因为我是根据 当时的状况 包括筹码面 包括技术面 包括基本面 来做一个判断 然后呢 针对未来的行情 去进行预测 那现在呢 我跟各位说 这个行情 它健康的不得了 它非常的OK 只是很多人 看到这个数字 就会担心 对不对 就好像说 大盘曾经 涨到多少 涨到12682 这是第一次 台股上万点的时候 那现在大盘呢 在10500点 如果你要告诉各位说 现在台湾的股票市场 它的机会 是有史以来最多的 你相不相信 当年大盘涨到12682的时候 几乎全市场疯狂 为什么 原因在哪里 我告诉各位 因为那一年呢 当时呢 只有181档股票 全部的上市公司 加起来就181支 那我请问各位 那么多的钱 去拱这181支股票 这最后所形成的是什么 它并不是一个正常的现象 它并不是一个正常的行情 对不对 那么现在呢 大盘来到10500点 现在有多少支股票 现在总共有1600档股票 超过 超过1600支 如果当时大盘来到12682 有181档 现在来到10500点 却有了1600档股票 这意味着什么 这意味着 现在你把股价平均下去的话 我给你讲 现在的股票呢 便宜啊 对不对 那如果股价便宜 再来 有题材的话 我问各位 那会怎么样 那就会涨了 甚至于呢 是会飙了 对不对 这就是我呢 想要表达的 那么在这里 我跟大家说 做股票 如果你想要赚钱 要掌握住两件事 第一件事情呢 就是股票的题材 因为题材 是它上涨的燃料 就像你们在上一段节目 听我来告诉各位说 我带会员买的羊智 涨完五成 还有五成 涨完一倍 还有一倍 那个时候 从十七块半 涨到了九十一块钱 创新高 对不对 让太多人印象深刻 我来为什么要强调 因为我要告诉各位 我现在在做多 我认为呢 还有股票会大涨 如果这个盘 从一万点 再往上涨到一万二 我跟各位说 那会涨五成 涨一倍 甚至涨三倍的股票呢 都会继续的存在 对不对 都会出现 那么 接下来呢 我要告诉你们 王良掌握到股票的题材 然后股票大涨 但是呢 有的时候 我们会遇到一个现象 就是 你知道题材 你知道它好在哪里 你知道为什么要下去买 但是呢 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开始涨 对不对 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开始动 那怎么办呢 我跟大家说 王良 发明了Machine 有很多投资朋友 过去一段时间 通通都有看过 对不对 我的Machine是什么 我的Machine呢 是运用 人工智慧的高效率运算模拟能力 盘中即时选股 速度快速闪电 关键价位一触即发 而如果 我能够知道 关键的价位 一触即发 这一个发动的时机 而事先 又去掌握到股票的题材 我问各位 那我们能不能够赚钱 这就是重点 对不对 那你们再想想看哦 过去一段时间 王良曾经带货员买过什么 刚刚有提过 包括 包括6月2号买杨智15块7 对不对 包括呢 这一个6月14号买红辉 16块1 两支都大涨 两支都创新高 那最近 王良带货员大买的是什么 有一档股票 你们应该记得 它叫做美琪马 而且王良在买的时候 还把他的题材 还把他的故事 在节目中跟大家分享 对不对 王良带大家买美琪马 是买哪一天 你们待会来看 今天这个市场 几乎所有的人 都在分析美琪马 今天几乎 所有的盘中解盘的 连线的节目呢 通通在介绍美琪马 理由很简单 因为他今天最强 因为在今天 他成为主流 当中的主流 对不对 你在今天知道 谁是主流 我告诉各位 不会赚钱 因为只有知道而已 但是如果你能够 事先去掌握到买点 事先去掌握到题材 我跟大家说 那就能够赚钱了 而且是赚大钱 今天的美琪马 来到多少 55块2的涨停板 来到55块2的涨停板 今天的美琪马呢 股价创下了他 波段的新高 王良曾经在7月18号 就在我买完股票那一天 就告诉各位 王良带会员去买美琪马了 而且我认为 美琪马会大涨 而且在当时 王良跟大家讲的是什么 今天是8月4号 对不对 王良在7月18号 买股票的时候 告诉过各位 美琪马 6月的营收 创历史新高 现在是8月 为什么王良讲的是6月的营收 因为 而不是讲7月的 因为6月的营收 它是在7月10号公布啊 所以王良所拿到的是 第一手的资料 对不对 如果你在7月掌握到讯息 我在7月中旬 带会员下去买 王良还发现啊 Tesla 越来越用 是不是 电力十足 但是如果Tesla 要电力十足 我问各位 它需要的是什么 它会需要电磁正极材料 这就是题材 题材 就是股票上涨的燃料 结果美琪马呢 能够供应 Toyota 还能够供应Tesla 那我再问大家 如果我们新秀出发买讯 那股票会不会大涨 今天有很多人会说 他们买了美琪马 但我问大家 买在这 买在这 还是买在这 今天股票涨上去 要追 很简单 对不对 可是如果你一手 拥有股票的题材 另外一手呢 掌握到买点 我跟各位说 双剑合币 就所向无敌了 对不对 你再看下去 Wonder Machine 是在什么时候呢 来告诉大家 美琪马 煮不买去啊 这一天 就是王娘代货员买的时候 这一天 就是底部旗掌的第一根 这一天呢 就是呢 这一波 它的旗掌点 所以我不用在这里追 不用在这里抢 不用在这里去介绍 但是王娘代货员买的 就是旗掌点 而如果你知道买点在哪里 你知道题材 要发酵的是什么 我问大家 是不是就能够 把股票报得紧紧了 对不对 那当你们看到 美琪马大涨了 我跟大家说 接下来 还有更重要的 接下来呢 很有些股票 是值得大家去关注的 为什么 因为我相信 汽车电子这个题材 它会延烧 如果汽车电子这个题材 它会延续的话 各位要了解哦 有一些股票 虽然还没有动 但是可以去做注意 比如说 我举个例子哦 现在这些电动车 它其实呢 会需要怎样 它在行驶的时候 这些电流呢 会造成了相当庞大的一个热源 但如果过热 又会影响效率 所以我们需要做什么 需要散热 对不对 建策的散热模组呢 打入了电动车的供应链 可是它现在的股票 还没有涨 也还没有动 所以是不是值得做留意 对不对 那刚刚 王良跟大家说过 王良告诉过各位 王良 现在推出的归队计划 股票家族的成员 只要你曾经是股票家族的成员 只要你曾经是股市永胜的观众 在今天来电就会享有神秘礼物 而这个神秘礼物是什么 不要忘记哦 王良之前 杨智是怎么涨的 对不对 不要忘记哦 这一波的美琪马 王良是从骑掌店开始带会员下去买的 短短的两三个礼拜 一涨就是两成 没有什么比这个能够赚得更快 赚得更多的了 现在有一档股票 这就是我的神秘礼物 现在呢 就在大家的面前 你们能够看得很清楚 他目前还是处在低档 但是就像当年 王良买杨智的时候一样 他具有相当高度的转机性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跟大家说 王良在今天非常的开心 王良在今天非常希望 能够帮助更多的 愿意相信我的投资朋友 所以呢 王良号召股票家族的成员 王良号召曾经呢 是股市永胜的观众 王良推出了归队计划 在今天节目结束之后 只要来电 就能够享有神秘礼物 如果你想要 请你们立刻行动 只有祝大家 未来做股票都能够大赚 我们下周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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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服务公司 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 投资风险 投资人应独立则 运通财经台频道 不关系 自己安赖在一起 大华国际投资 2362-8000 你担心瓦斯外线危险吗 教你几个小配包 瓦斯桶放室外 避免日晒 由瓦斯行安全技术人员 近期检查瓦斯配管 使用瓦斯要小心 居家安全好放心 内战部消防署关心您 优优独立则 瓦斯道达 出雲工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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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